我是一个混吃等死的富二代 末世降临 我以以为傲的钱全都变成了废纸 我包养的小男友李潭为了自己活命 把我推进了丧尸群 再次睁眼 我回到了灾难降临的半年前 李潭浑然不知将要发生的一切 拼命讨好我 说着他最爱我 我只是冷笑 我反手卖了公司 买了一座庄园 建造成了堡垒 还做了十个放大版的仓鼠 不,是丧尸发电机 李潭以为我在准备什么大项目 对我大力支持 他浑然不知 其中一个发电机 就是给他留的 证文开始 重申后的第一件事 我召集了公司董事会 通知他们 我要把公司卖了 全公司都震惊了 公司是作药物研发的 是我爸给我留下来的 我爸去世后 我作为一个门外汉 也没怎么管过公司生意 整个公司都交给我 我爹亲自挑选的经理人 雇云来管理 虽然知道我一直我来 脑子都缺根弦 但董事会真是怎么都没想到 我再突然做这个决定 一群年过半百的老头子 在我耳边疯狂地又劝又骂 但架不住我态度坚决 最终他们只能摇头叹气 一脸的苦大仇深 说我是败家子 我的确是败家子 全当他们夸我了 但期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顾云没有半点阻拦我的意思 公司是你的 你想怎么做都可以 我对顾云点点头 深感这大兄弟很不错 怪不得我老爹在着重培养他 果然是个人才 公司卖了15亿 这个价格其实有点低 但我实在是没有时间 和各位买家周旋 能尽快出手就是最好的 占地300亩的私人庄园 庄园属于某个众享受的富豪 富豪去世后 和前世的我差不多的败家子孙 把庄园卖了 他高高兴兴拿着钱走了 我高高兴兴拎得包住了进去 没错 从今天起我就要住在这里了 因为我要在这里 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庄园是法式风格的 庄园内处处精致漂亮 鲜花遍地 正中间还有一个 占地600多坪的五层别墅 地上三层 地下两层 落地窗干净明亮 房子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其实如果不是末世要来临 我再很喜欢这里的 可如今这些实在是不实用 所以我让顾云叫了一群工人来 先是让工人把所有花肚铲了 花园翻土 又叫了工匠 让他们把这别墅外墙给我加固 同时把所有的窗都换成钢发防弹的 一群工人看我的眼神 就跟看神经病一样的 于是我干脆利落承认了 我有被害恐惧症 我觉得有人要杀我 我不想死 所以我要把我的房子 做成天底下最安全的 工人们默默去干活了 不敢惹我这个精神病人 顾云看着我 目光微妙 我对着他笑了笑 别看了 我还有事要让你做 时间紧任务重 有你忙的 我给顾云安排的工作真的很重 我给出了一张庄园的平面图纸 让他在除别墅之外的其他地方 加在两座占地500平的两层仓库 地下也要有一层 除此外 我还要一个实验室 一个植物培植基地 我特意嘱咐他 不必考虑价格 我只要进最快速度见完 同时也不必考虑美观 我只要足够坚固 足够耐用 顾云不愧是我老爹最得意的干将 他虽然对我的要求感到诧异 但他什么都没问 很快便找了设计师和施工队伍 转天就风风火火地 开始盖了起来 我在别墅顶楼伸着懒腰 看着庄园内各个角落 浩浩荡荡的人群 忍不住笑了 这里以后就是我的王国 一个能让许多人活下来的王国 修建这些用时 当然不再太短 这段时间当然不能浪费 我看顾云忙得眼底清黑的样子 有点不忍心 便让他又找了几个 员公司信得过的人来帮他 大家都在忙的时候 我也没闲着 我开始准备其他东西 我开始寻找 本市集周边城市的各个厂家 经批次地开始订购各个季节 各个尺码的服装 床上用品 运动用品 以及最重要的 能够长期保存的各类食品 如果这个时候 我那些吃喝玩乐的小姐妹 看到我的操作 一定在哈哈大笑着 说我疯了 要知道 我的衣服向来都是价格不菲的 各类高定时装 而我现在买的都是廉价 却舒适的各类运动装 和防寒服 我往常很懒 出门都懒得走路 有专门司机车接车送 整个就是娇滴滴的大小姐 可以如今 买了一大堆的运动器械 甚至足够填满一个健身俱乐部 而更重要的 是我还买了50多把 各类复合弓 反驱弓 美食猎弓 我的舌头一直都很雕 山珍海味 都未必能让我买一点头 而如今我买的都是 胃同嚼辣的罐头制品 和真空压缩食品 要知道 这些东西我平时连看都不再看一眼 我是从出生起 就锦衣玉食的大小姐 这些东西原本都不应该 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可只有我知道 上辈子我身上昂贵的连衣裙 不能保暖 也不够结实 我胶弱的身体 让我连爬楼逃命都费劲 以及已为了满足饥饿的肠胃 向来挑剔的舌头 不得不去喝水坑里的污水 吃长毛的馒头 和腐败发年的玉米 末世中 我从高高的云端跌落下来 什么身份 尊严 全都不如一口干净的水和一块饼干 如今重开一局 我断不再让自己 再和前世一样 凄惨结尾 我在订购各类用品时 是掐着建好仓库的时间来的 仓库刚刚修建好 货车便一辆 接着一辆的开了进来 顾云看着过来的工人 一烫烫的将各种东西堆进去 沉默着思考 我忽然就想逗逗他 你就不问问 我准备这些是要做什么吗 顾云转头看我 他身上太高 看我时就得垂下视线 从我这个角度 能清清楚楚看到 他长得过精 隐秘得过精的眼睫毛 我若是问 你在回答吗 那你得问了才知道 顾云沉默片刻 问 好 你想做什么 我眨了眨眼 歪着头冲他笑笑 也许我是想开个商场 意识到我在逗他 顾云无语又无奈 我忍不住大笑 这是我重生之后 少有的真正开心的笑出来 顾云或许是 被我惹得有些生气了 白皙的脸微微泛红 薄唇也抿了起来 这副模样实在很奶 我忍不住抬起手 想对着那张脸捏上一捏 手机却不合时宜的想了起来 我收回手看了一眼手机 看到来电显示的一瞬间 眸光冷了下来 我从顾云身旁走开 接通了电话 电话刚一接通 我那个未来为了活命 而把我推进丧尸群的渣男男友礼坛的声音 便传了过来 啊 这些天我一直联系不上你 你就知道我都要急疯了 我沟唇冷笑 是因为找不到我疾疯了 还是因为我把公司卖了 而疾疯了 当 当然是因为找不到你 这么多天联系不上你 担心死我了 李坦是我男友 当初为了追我 他几乎做了所有在让女孩子心动的事 所以 即便他一穷二白 我还是为了他那该死的温柔 而和他谈起了恋爱 我曾以为他在一直陪着我 末世来临时 我也将他当成了天类依靠 可现实从来都是冰冷又现实的 什么爱情 什么天长地久 至死不渝 都是狗屁 都敌不过复杂的人性 对于李坦 曾经有多喜欢 现在我就有多厌恶 可以还是忍着恶心 夹着嗓子 对他腻腻歪歪的撒娇 亲爱的 我想你了 我也想你了 啊 我听说你卖了公司 然后把那个法师庄园买下来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在准备一个新项目 我勾着唇 手指把玩着肩上卷发 一个能够让我在未来 活得更好的项目 什么项目 暂时保密 不过我要说的是 这个项目未来有你的参与 李坦声音顿时激动了起来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你在这个项目里 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就知道安安对我最好了 啊 我真的爱死你了 呵呵 你爱的不是我 你爱的只是我的钱 刚和我谈恋爱时 李坦曾提过 让我将他安排到我的公司里 他想某个管理层的职位 我那时想的是 如果把他塞进公司 那他就在变得很忙 没空陪我了 所以我对他这个要求一直拖着 现在想想 真是多亏我当初恋爱脑 才能让他祸害我家公司 想到这 我目光更冷 同时声音也更甜腻 亲爱的 这个项目我要准备半年 这段时间我在很忙 所以没空陪你了 没关系 没关系 项目比较重要 安安你专心忙工作就好 我假模假样的 又撒娇几声后 挂断了电话 之后禁不住心理上的恶心 忍不住干呕了几声 顾晕看到我不舒服 他走过来 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 还好吗 我摆了摆手 表示我没什么事 就是刚才被恶心到了 顾晕挑了挑眉 背里谈恶心到了 他向来都是沉稳语气 此刻 尾音少见的提了起来 似乎有些愉悦 我就觉得 他可能在看我笑话 忍不住发了个白眼 还不快去忙你的 顾晕微笑着点了点头 听话转身去忙了 我也直起身 拿起手机 将礼谭的备注 改成了渣男发电机 我这边忙得浩浩荡荡 其他知道我在做什么的人 骂我骂得风生水起 有人说我是脑子有炮 有钱没地方花 才在买下这个庄园 想当土皇帝 也有人说我神经病 把好好的法式庄园 改得不伦不类 整个依丝不像 还有人直接跑过来 对着我哭 声嘶力竭地劝我 劝我回头 说我不能这样 糟蹋我爹辛辛苦苦赚的钱 跑过来这人是我妈 嗯 是后妈 我亲妈身体不好 在我小时候就去世了 老爹又忙 没法实施照看我 所以给我找了后妈 后妈名叫张岚 是个表面温柔似水的人 她待我很好 挑不出任何错处 所有人都对她印象极好 但所有人都不知道 她这副模样 归功于她强大的演技 她表面上对我嘘寒问暖 心里却诅咒我快点死 关于这一点 从她刚来不久我就发现了 我那时还很小 母亲去世后 我需要母爱 所以在张岚刚成为以后妈后 我总想粘着她 但我要面子 所以没有明目张胆地做小尾巴 而是躲在各个缝隙角落偷看她 也正因如此 我才在观察到她 偷偷给别人打电话 她先是看了看周围 接着拨通电话 声音极低又极冷 她说 夏家这小杂种太暗眼 能不能找机会做掉 对面似乎没答应 她又说 那算了 看得下家财产的面子上再忍忍 我在楼梯间缝隙里 挣了好半天 才反应过来 她说的那个小杂种是我 那一幕着实给我幼小心灵 带来了很大的创伤 之后 我的第一反应 想将这件事告诉老爹 但我又想到 张岚表面如此亲切 我又年纪小 老爹未必再信我 思来想去 我决定演戏 张岚能演 我也能 我明面上开始亲近她 亲切地叫她妈妈 可同时 我也开始任性账况 无法无天 我认真地做了一个 被爹妈惯坏的大小姐 所有人都说她温柔贤惠 是好母亲 然后说我不知感恩 不懂孝顺 我坦然接受这些批评 因为在我看来 这些都是 对我演技的认可和夸奖 一直到老爹得了癌症 我想方设法地想救她 可还是回天乏术 老爹去世前 留给了张岚一部经产业 是另一家公司 张岚也不再伪装 换天洗地地拿走了 迫不及待地和她的地下老巷 好去过二人世界 我大大方方地由着她拿走 因为我早就已经 做好了一系列准备 那间公司看起来很大 很强 很吸金 可实际上 早就只剩下了一个空壳 屁股后头 还跟着很大一步经债务 张岚三个月后 才发现这一切 她意识到对我摆了一道 她回来找我顾忌重施 装可怜 装慈母 我也顾忌重施 装那个嚣张刁钻的坏千金 装傻充愣 我可是专业的 张岚找我几次都无功而返 我知道她不再放弃 这不她 听说我把公司卖了 急了 立马又来了 一来就开始演戏 在庄园门外哭哭啼啼 这女人这次还挺聪明的 不仅她自己一个人来 还叫了一群媒体 在镜头前装柔弱的白莲花 明里暗里的说 我是卖掉家产 肆意挥霍的败家女 又说 我老爹含辛如苦 几十年攒下的家业 她不能这样任我胡来 我懒洋洋 躺在客厅沙发上 看着门前监控里的画面 一边看 一边笑 一边嗑瓜子 顾晕看着我 这副吊铃铛的样子 似乎有些头疼 你不打算去见她吗 我摇了摇头 继续乐呵呵的看 若是上辈子出现这种事 我肯定不再 由着张岚那张嘴胡咧咧 可这辈子嘛 我压根就不在意这种事了 在即将来临的死亡浩劫面前 这些什么也不算 而且我还挺希望 她能对着摄像头多说几句 因为只有她足够狠 我以后才能毫无负担的 看着她下地狱 两个月过去了 张岚隔三差五的 就要来闹一场 我直接找了一群保安手在门口 告诉他们 只要来的就下手揍 保安纳闷的问我 真揍啊 我说 对呀 真揍 往死里揍 于是 新闻媒体这次不用收她的钱 开始真心实意的骂我了 对于外界声音 我连理都不理 只一门心思的 通过各种渠道 搜集各种物资 第一座仓库 很快就被我填满了 我看着那些 我十年都用不完的东西 才终于有了点安全感 也就在这时 关于末世的第一条新闻出来了 有人在偏远地区 发现了变异的老鼠和野兔 这些小动物体型变大数倍 解攻击力惊人 有人在评论区看热闹 不嫌是大 说兔子体型变大了 肉也变得更多 以后吃兔兔 是不是就能更便宜了 我对此发出一声冷笑 兔兔变不便宜我不知道 但兔兔以后再觉得 人类不够吃倒是真的 新闻的出现 提醒我末世就要降临 我必须加快动作 顾云那边已经盖好了实验室 和植物培植基地 我这边也将一群人带进了庄园 我老爹的公司是做药物研发的 手底下对于医药方面的人才不少 我在刚重生时 就在这群里筛了又筛 之后找了五名信得过的实验室人才 并且提前跟他们说了 我要准备新项目 我把他们带进了实验室 之后给了一张药方 这药方是上辈子的我得到的 那时末世下的人们都在想办法自救 科学家们通过丧失身上感染的病毒 做了几次实验 想要寻找解药 发学曾经在混乱末世不好得到 便只能从自然界里选择合适的中草药 只是药方才刚刚研究出来 还没得到最终解药 我就嘎了 好在我记忆里绝佳 脑袋里还记着这个方子 我不知道这药方继续研究能不能得到解药 但现在还有时间 事实总是没错的 我的研究员们看了看药方 又看了看我 表情都很奇特 我猜他们现在想的 一定是我和新闻上说的一样 脑子进水了 不过我才不管他们怎么想 我又找了几名土石的农民 把他们领到植物培植基地 让他们在这里替我种草药 这里种的不只是药方里的那几种药材 还有柴壶 当归等治疗外伤用的 以及板蓝根 金银花等消炎治疗小感冒用的 在末世 药物和食物一样是必需品 我不知道见过多少不小心摔伤 导致伤口感染死亡的人 以及一场感冒后 无力逃命成为丧失粮食的人 西药固然好用 但末世降临后 药厂空无一人 城市里能找到的药 都成了不可再生的稀缺品 不至少 而且过期了后再服用 还在增加很多危险 我曾经为了一瓶退烧药 而和其他人如同疯狗一般厮杀 虽然最终我赢了 可代价是我背了一条人命 那天我坐在尸体前又哭又吐 只觉得人性似乎在慢慢离我远去 在这场灾难中 道德和法律都变得一文不值 给药品留的地方足够多 剩下的地方被我挑了几块出来 找人随便翻了翻土 准备用来种蔬菜瓜果 我真的无比感谢 这个可以网购的伟大时代 让我足不出户 就能联系各个厂家 将我需要的东西送过来 各种容易种植的作物 种子成香成香地运到庄园 我随便抓了一把种子撒进去 又撒点水 两天之后 便有小苗苗冒了出来 而农民游戏显然不能满足我 我的视线又盯上了另一座仓库 几辆卡车 拉着牛 羊 猪 鸡 鸭等进来的时候 庄园们外那群 盯着我动作的媒体记者们 差点惊爆了眼球 我看到他们激动的颤抖的手 我就知道 第二天关于我疯了的消息 将再成为小到八卦的头条 不过我并不在意这些 我笑眯眯的看着那些动物 入住了仓库 美滋滋想着的是 等末世降临后 其他人在外面被丧尸追着啃 而我在这个乌托邦里 吃逆枝烤鸭 鱼香肉丝 酒转大肠 四洗丸子和麻辣兔头 有肉了 自然就得有鱼 刚好我家地方大 直接让顾云找人 给挖了个小鱼池 又往里面撒了一些鱼苗苗 我蹲在鱼池边 一边笑 一边碎碎念 小鱼快点长大 一一等着吃呢 红烧 干鞭 糖醋 清蒸一系列服务 还等着你们呢 嗯 没错 以后请教我鱼见仇 这一堆菜品原材料 当然也是需要有人来精心养的 用的人是我早就选好的 是我家公司里 被我选中的人 都是几乎在外面 已经没了什么牵挂的 毕竟 到时候他们哭着闹着 要出去找什么七大姑八大姨 或者七大姑八大姨 想进来投奔亲戚 到时候还得我头疼 我很懒 除非必要 我才不喜欢解决问题 所以我喜欢从一开始就远离问题 虽然准备了实验室和药甜 但其他县城的各种成品药物 还是准备了一样不少 甚至占满了一层仓库 药品准备的差不多 我又去检查了一下衣服 春夏秋冬四季衣服都有 几乎都是舒适方便的运动类 马术也是男女型号都有 这些衣服和各类棉被 羽绒被 夏凉被 毯子等也占了整整一层仓库 我在仓库里来来回回走动 看着这些总觉得不满意 忽然我想到了什么 当即去了书房 打开电脑查资料 一边查 一边跟着做记录 写写画画 足足三个多小时 终于得到了我想要的 顾云敲门进来送咖啡时 看到了我在笔记本上画的东西 我也没躲着藏着 直接大大方方的把本子给他看 帮我看看 还用不用加什么 顾云接过本子看了一眼 忽然震了一下 接着若有所思的看了看我 我笑着随他看 顾云收回视线 看着本子沉饮了片刻 说 肘部 西部 需要加一层抗膜布料 我眼睛一亮 不错嘛 大兄弟 我正在设计作战服 身为女孩子 穿惯了精美时装 对这种衣服不太了解 果然还是得从男士那里 听取参考意见 我连夜赶出来的设计图 隔天就被我送到了服装厂 对方看到图纸之后 格外震惊 我说 我要组织好朋友玩真人 CES设计游戏 对方立马就点头明白了 然后说 现在的年轻人玩得真刺激 作战服我要了几十套 没过多久便运了过来 我当即 穿上衣服式的事 摸着那接着布料 只觉得安全感又多了一层 顾云进来时 我直接摆出了一副 要出拳的姿势 然后开玩笑的说 嘿 来打架呀 顾云常年沉稳淡然的神情上 少见的出现了几经裂痕 我猜他肯定觉得我有病 并且病得不轻 可以没想到 他居然笑了笑 接着玩起了衣袖 好啊 他说 事实证明 人犯件找事后 都是有后果的 后果就是我 被他三两下摔在地上 头晕眼花 望着天花板一脸蒙逼 顾云 你从没说过 你在打架 还打得这么熟练 干脆利落 顾云伸手把我拉起来 拍了拍我身上的灰 你也没问过我 我看着他衬衫下的结实身形 回想了一下 他刚才给我过肩摔时 我摸到的宫二头肌和腹肌 悄悄咽了一口唾沫 那啥 你做我的教练吧 我说 我准备锻炼身体 强身健体 最好也能有你这样的格斗本事 打架时吼吼哈黑四声 就能把对方扔沟里去 顾云笑了笑 说 好 然后他就把仓库里的健身器材 翻了一步 进到别墅里 每天早上把我从被窝里拽起来 做体能训练 还给我制定了一整套训练计划 这人平时看着斯文沉稳 可严厉起来 简直就是一魔鬼教官 我被训得腰酸腿软 浑身疼得字牙咧嘴 瘫在地上不能动 顾云过来给我做按摩 我疼得眼泪汪汪 可以是倔脾气 硬是忍着一声不吭 你为什么在格斗 你不是管理专业毕业的吗 机缘巧合 顾云说的简单 于是我也就没在追问 随着训练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我和顾云对练时 也能从一开始一照面 就被他摔地上 慢慢发展到能坚持几招了 顾云忙其他的事时 我就握着反驱弓练剑 我力气不大 一开始只能拉开25磅的弓 可随着一日又一日的高强度训练 半个月过去时 我就已经能拉30磅的了 精准程度也从拖把到了十只剑里 能有五只在八环我内 对于我的进步 顾云还算是满意 有那么一天 他在帮我拔剑把上的剑时 忽然问我 安安 你想不想试试射击 我当然想啊 我做梦都想 末世生存保卫战中 远程武器是必不可少的 只是枪没那么容易搞到 毕竟现在还是法制射载 所以我才在买反曲弓 复合弓来代替 看到我兴奋的样子 顾云笑了笑 直接将我带出门 开车三个小时 带我去了一个实弹射击场 摸到枪的那一刻 我欣喜若狂 顾云在一旁指点我 他握着我的手 教我姿势 告诉我该从哪里瞄准 何时扣扳机 因为他离我太近 他的发丝轻轻扫过我眼角 微痒 我直接侧了侧头 用他的衣服来摩擦眼角直痒 这个动作轻易意味有点重 看着就跟我在撒娇一样 顾云正在讲解的声音顿了顿 转头看我 我对他笑 然后看向瞄准镜里的红点点 我要开枪了 嗯 我有点害怕 不用怕 我在你身后 于是我心安了一些 手指用力 伴随着惊天动地的巨响 后座力让我朝后亮枪 正跌进顾云怀里 他身量太高 我得养着脑袋看他 我猜我脱把了 我说 他嗡了一声 又摇了摇头 不是 你打中了 几环 十环 我站直身体 朝靶子上看 哪呢 我怎么没看到啊 身后传来了一阵滴滴笑声 在这 他说着走到我旁边 指了指他胸口处 你打我心上了 我正正看了他片刻 目瞪口呆 顾云 你一直都是这么在聊的吗 顾云滴滴笑出声 看起来很愉悦 不是 这是我第一次聊别人 第一次聊就这么熟练 这人简直就是 泡妞界的天才 天赋一柄啊 我控制不住脸热 就觉得自己一把年纪 居然还在因为男人的两句话 而面红心跳 着实有点丢人 好在顾云没有继续聊下去 他调整了一下我的姿势 让我继续练 几枪下去 我慢慢找到了感觉 开枪之后的后座力 也不再让我狼背后跌了 挺有意思的 我抱着枪摸了摸 要是能把这东西带回家就好了 顾云笑了笑 想带回家很容易 我们自己也开个实弹设计场就好了 我对着顾云伸出了一根大拇指 顾云 你是个人才 这话的意思绝对是褒义的 顾云这人行动能力非常强 我们回到家后的第二天 他就出去寻找场地 和办各种手续了 一个月左右 他就将经营许可证 放到了我面前 我对顾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我想破脑袋 也就只能想到买工防身 这人直接带我玩枪 还胆大包天地开了设计场 我站在设计场里 看着仓库里密密麻麻的枪支弹药 心脏砰砰直跳 人在过度兴奋的状态下 通常在做出不服常理的举动 比如我 这一刻没控制住 直接跳起来 在顾云唇上巴击了一口 这一口过去后 我就觉得我可能是疯了 占完便宜后 我扭头就想跑 但顾云抬手把我拽了回去 有力的手臂将我固在怀里 深深吻了下来 我人傻了 傻到被他吻完了之后 我居然舔了舔嘴唇回味了一下 嗯 薄荷味的 蛮清新 就是稳计有点生疏 顾云看到我的小动作 放在我腰间的手紧了右松 他似乎方才也是失控 才在忽然闻我 如今正在矛盾的岔路口 忽然 他像是做了什么决定 他俯下身 和方才毫无章法 急风骤雨的乱吻一通不通 他急轻的在我唇上亲了一下 我很不争气的呆住 继而面红耳赤 干 好歹我也是万草丛中国的情场高手 居然如此轻易 就被一个 稳计如此青涩的人给撩动了 夏安安 你以后就改名叫下一撩算了 我羞愤之下决定主动 于是我伸手搂住了他的脖梗 顾云 你真的决定好要招惹我了吗 我 扭护路下一撩 可不好惹 我很贪心的 顾云 你能给我什么 顾云认真的看着我 我能给你 我的全部 决定给我全部的顾云是我的心虫 他什么也不问 什么也不说 我让做什么 他就毫无保留的去做 哦 我真是爱死了行动派的男人 每天 至于要准备的其他事情 我有嘴 跟他说就可以 我说我需要光伏发电机 装在庄园内所有建筑的楼顶 还要储电装置 顾云说好 然后转身就联系人来给我安装 我说我要净水装置 大型的 能供整个庄园使用的那种 顾云点头去办 没过多久 我的庄园内就住立了三个大水箱 我说我还想要仓鼠 跑路那种发电装置 只不过我要大型的 里面能装人的那种 顾云神情诧异 但不刨根问底 一直都是他的优点 他沉思片刻 然后问 要几台 我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 然后说我也不知道 顾云想了想 然后手笔很大地 直接装了十台 我看着整整齐齐的一排跑轮 看到顾云还很贴心的 在两旁装了钢架 简直就是一个人笼子 我表示很满意 因为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 顾云真的是很贴心 这十台装置 跟每一个建筑都做了连通 当光伏发电装置 或者是储电设备损坏时 这些跑轮发电机 就能派上大用 我站在跑轮底下 抱着胳膊 开始思考 顾云 你说 这些跑轮 我装谁进去比较好 顾云想了想 回答 谁都可以 只要不是我就好 我被逗得哈哈笑 该安装的都安装完成后 我站在别墅顶层平台上 俯瞰我的整个江山 满意点了点头 需要的硬件设备 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如今已经过去了五个月 还有一个月 新世界就在来临 新闻上开始频繁出现 动物攻击人的案例 被攻击咬伤的人 开始出现 类似狂犬病的症状 发热红眼 狂躁不安 攻击性极强 新闻下很多人评论 说这些感染者 好像是丧尸 好可怕 然后就有更多人 反过来回对 问哪来的什么丧尸 说那群人电影看多了 我躺在被窝里 刷着新闻 很好心的用小号 跟发个帖子 还有一个月 丧尸病毒就在爆发 请诸位抓紧时间 囤积物资 保护好自己 帖子刚发出 就有数不清的人追着我骂 你是哪里来的五十万 制造恐慌 真有你的 哈哈哈哈 大家快来看 这里有个精神出问题的大傻子 还丧尸病毒呢 先制止你脑子里的问题吧 大傻叉 我刷着这些评论 深感有意思 这些人骂得很难听 但我一点也不生气 因为我知道 用不了多久 这群人就在发现 傻叉的原来是他们自己 反正我已经提醒了 不沾亲 不带顾的 我已经做很不赖了 那群人爱死不死 跟我又没关系 身后忽然摸过来一只手 搂住了我的腰 安安 顾云睡意朦胧 原本就很好听的声音里 多出了几斤沙哑雌性 性感又撩人 他白天时沉稳冷静 处理任何事情都干脆利落 很少再和我腻腻歪歪 只有在夜里 他才在露出完全相反的模样来 和一只大猫一样 黏人的紧 一定要抱着我睡 夜里我离开了 他就在醒来寻找我 等我重新回到他怀里 他才能心满意足再次睡去 顾云此刻从背后搂着我 紧紧的 受血的下颌放在我颈窝 我咸痒 忍不住微微侧身 想推开他 却听到他说了句梦逸一样的话 他说 安安 别离开我 我正住 下一瞬间 心软得一塌糊涂 我转身回抱住他 把脑袋埋在他胸口 傻子 说什么呢 初见顾云那年 我刚刚考上大学 正是最叛逆的年纪 我去公司找老爹 正看到老爹身后 正处理文件的顾云 我上去就开了一句玩笑 这是新来的秘书吗 好帅的小鲜肉啊 老爹 你啥时候换口味了 老爹直接用文件 啪了一下我的头 目吃我张嘴就来 没礼貌 这是顾云 名校毕业 是我刚聘请的助理 顾云被我那么调侃也不生气 他平静斯文的对我笑了笑 明明比我大不了几岁 可看着和我爹一样 成文可靠 我悄悄走到他旁边 说 要不你来给我当助理吧 我爹给你多少钱 我出两倍 我爹听到我的悄悄话 直接罩着我屁股踹了一脚 滚蛋 毛都没掌权呢 就敢挖你爹的墙角 当心我断了你的零花钱 我捂着屁股嗷嗷叫 顾云就在一旁 彬彬有礼微笑 后来在大学里 接二连三的谈了好几个男朋友 每次跨着新男友去公司显摆 看到顾云时 都在顺嘴问一句 我的心欢怎么样 顾云为人认真 对待任何事都很细致 可唯独在这个问题上 他连想都不想 看也不看 垂着视线摇头 不怎么样 我觉得他眼光挑剔 他觉得我眼光垃圾 等到我大学毕业 换了李坦 再让顾云看时 他沉默了半天 第一次出言劝我 换个人吧 他不行 我那时满心不服气 禁不住开始反驳 怎么就不行了 我觉得他非常厉害 无论哪个方面都很厉害 李坦看了我一眼 扭头就走 那是我俩之间的第一次不欢而散 在那之后 我们两个就没再有过什么交流 直到老爹去世 我不想让张兰那个女人办 老爹后事 便让顾云帮着我处理 我跪在林前 顾云站在我身后 轻声说 夏安安 别难过 原本绷着的双肩 一瞬间就垮了下来 我流着泪 气不成声 父亲去世一年后 末世爆发 我在家中抵御冲进来的丧尸 我吓得尖叫连连 面无人色 忽然顾云冲进来 用棒球棍 打爆了我面前丧尸的头 我呆呆正正抬起头 看到顾云向来 笔挺干净的衬衫上 处处血污 他原本是待在公司的 发现有丧尸时 他给我打了电话 问了我在哪 我惊慌的说在家 他应了一声 让我等他 说实话 这时候满大街 都是吃人的丧尸 我真没指望 他再跨过半个市区来找我 我没想到 他真来了 就下我之后 他伸出手 让我和他走 我看着他伸到我面前的手 持一片刻后摇了摇头 我要等礼谭 他说过他再来找我 顾云在那一刻狠狠皱眉 第一次抛弃了礼帽和斯文 他强行带我出门 将我推上了 被各种乌血忽满的车 我在副驾驶还对着他骂 说他多管闲事 顾云那时候神情可怕 可他一句话也没说 只用力踩油门向前冲 那一路的场景 真的很可怕 街边到处都是尖叫逃命的人 和趴在人身上生死活啃的丧尸 麦巴赫车窗上是血污和烂肉 车轮底下 不知道碾压过多少丧尸 和长川堵烂的尸体 顾云带着我四处奔逃 之后在混乱中 我遇到了跟着一对人的礼谭 而我没有半惊犹豫的 甩开了顾云的手 朝着礼谭跑过去 顾云喊我 我只匆匆回头 让他快逃 活下去 我那时以为我找到了礼谭 只要礼谭在 他一定在和我周全 可以没想到 我那时一门心思要跟的人 他竟然在为了自己活命 而毫不犹豫 将我推进鬼轮关 随着末世降临的倒计时所剩不多 我的计划也到了最后一步 我曾经看过一个博主 发过一条满火的视频 他告诉大家 如果末世来临 应该准备些什么 博主在视频里说 他一定在准备大量的可乐 和自热小火锅 因为若是离开这两样 他再活不下去 很多人在评论区里跟楼说 一定要多囤他们最爱吃的东西 有说巧克力的 有说牛炸糖的 有说汉堡 炸鸡 薯条 番茄酱的 更有甚至说 应该准备煎饼果子 加火腿肠的 我当时看得哈哈笑 可笑着笑着 我就笑不出了 这些人没真正的挨饿过 所以才能不禁思考 说的这么轻松简单 可以经历过 我知道 饿起来抓心脑肝 是一种什么滋味 到极致时 人甚至看到旁边同行的人 都想上去看两口 因为怕了 所以我囤的最多的 就是食物 我没有囤那些 没用诱占地方的零食 还有什么自热火锅 因为末世中 最怕的一是饥饿 二是生病 能够尽量让自己 保持健康的办法 就是摄入足够的 膳食纤维生素 以及脂肪和蛋白质 零食那种垃圾食品 能不吃就不吃 末世中 有时候一场拉肚子 也在让人丧命 我囤的是放了 干燥剂的大米 白面 还有各类穀物 薯类 豆油 以及各类烹饪调料 还有堆满了一层仓库的冰柜 里面放着各种冻肉 腊肉 熏肉 另外的一层 则是蛋类 奶类和风干蔬菜 以及水果干 除了这些外 我还准备了整整两层仓库的 各类压缩饼干 压缩罐头 和各类真空包装的 居粮菜品 另外最需要的就是水 矿泉水一车又一车的 网装员里送 整整齐齐的马 在仓库里 另外 我还准备了大量的酒 酒精可以上头 可以消愁 还可以用来消毒 一酒可以多用 东西都准备好后 看着装的满满的仓库 我点了点头 宁可吃不了 也绝对不能没得吃 这是我的第一条 末世生存法则 到现在为止 吃的 喝的 穿的 用的 我都已经囤齐了 各种武器固晕也都备好了 全都搬进了别墅的地下室 我看着这些 用了五个月的时间 打下来的江山 对一旁的顾云道 可以弃墙了 顾云点了点头 我才刚刚提出要求 下午他便买来了材料 找来了工人 弃墙并不难 沿着庄园本来的外轮廓 弃就好 难的是要在家高到六米 并且要足够结实 顾云买的是市面上 最好的材料 砖墙里还打了一层钢筋 张岚又来找麻烦时 刚好看到一群工人在户水泥 他目瞪口呆地看了好半天 然后对着媒体哭诉说 我一定是生病了 不然不再气这么高的墙来关自己 我在客厅玩着 顾云刚买来的无人机 操控无人机 飞到张岚脑袋顶上 通过扬声器给他传话 我说 姑奶奶有钱 姑奶奶乐意 姑奶奶爱咋地就咋地 就问你气不气 张岚被我气得脸兜子了 我在客厅哈哈大笑 刚忙完的顾云走过来抱住我的腰 跟着我一起看屏幕里 无人机拍到的张岚气炸的脸 之后挑了挑眉 居然还没放弃 他也是挺执着的 老爹去世后没多久 张岚便改嫁了他的老相好 顾云看透了张岚的真面目 他虽然面上平静 但他紧接着 就把张岚仅剩下的那几个来往客户 给挖了墙角 将张岚彻底变成了顾家寡人 这般雷厉风行的手段 我喜欢的不行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对这人喜欢的不行 我抬头亲了亲顾云的脸 接着笑 我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顾云点了点头 又问我 接下来 我还需要做什么 什么也不用做了 我看着窗外阳光明媚的天空 被阳光刺的眯了眯眼睛 接下来 我们只需要等待就好了 在整整三个队伍的工人 加班加点的赶攻下 在第21天时 庄园四周的围墙彻底完成 围墙整整六米高 这下除非丧尸长了翅膀 否则他们是绝对进不来的 我在庄园四周装了监控 当然庄园里也是 监控系统连接着别墅内的预警装置 一旦有人走进离围墙三米范围 别墅内就在响起警报 此时距离末世 还有整一周的时间 我已经做好了 我能做的一切 我数了数庄园内的人 实验室五人 植物培植基地和庄园 负责种菜的三人 再加上负责仓库里的牛牛 猪猪兔兔兔等大盘菜的四人 再算上我和顾云 这个庄园也只有11人 11人要负责整个庄园的运转 人手着实有点少 我躺在沙发上发呆 思考再找点什么人进来 只是能进我乌托邦的人 绝不能随便选 因为末世中最需要警惕的 不是丧尸 而是人 人心很复杂 在一个没有道德 和法律约束的世界里 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 人往往在变得 比野兽鬼怪更凶残可怕 我因为这个问题发愁的时候 顾云端了一杯西瓜汁 来放到我手里 在想什么 他问 我看了看他 我在想 你怎么这么好看 我突如其来的调戏 让顾云一震 紧接着他笑出声来 凑过来在我唇上吻了一下 我回味着唇上的薄荷味道 抿了一口西瓜汁 顾云 如果世界末日马上降临 你有能力 可你只能救少数人 你再救哪些人 顾云回答得毫不犹豫 就真心对待我的人 我觉得他说得很对 于是 我在末世降临的最后两天时 给列表里 那群之前的狐朋狗 有群发了信息 短信内容很简单 我说我有了麻烦 我要借钱 上辈子 我兄大有钱又无脑的时候 我身边围着很多人 每个人都将我看作知心好友 管我叫姐姐 妹妹 闲来无事 便来找我玩 重申后 我的发疯举动 被那些人知道了 很多人找过我 问以为什么要卖掉公司 做这些事 我都没理在 如今我跟他们开口去借钱 借的数目还很大 因为我说我惹了大麻烦 你读不回的 和读了后找借口敷衍 我说没钱的 以及当面说我是败家子 脑子有问题 要和我花清界限的 这些人我默默 把他们都拉进了黑名单 我是富二代 我交的朋友 也几乎都是富二代 他们怎么可能没钱 当年我的朋友遍地都是 如今一言不合 就给我转钱的只有两人 是我众多朋友里最不起眼的 他们是一对情侣 女的叫欣欣 男的叫乔伟 两人白手起家 艰难创业 他们的背景完全和我比不了 我对他们原本是没抱希望的 可这两人 不仅很干脆的给我转了钱 还主动跑来找我 他们来到我家的时候 天色江暗 空气闷热又潮湿 几乎都能凝出水来 天空中 大量鸟群没有目的地疯狂逃窜 还能听到远处动物烦躁的嘶吼 他们站在我面前 一脸担忧 追问我究竟是怎么了 我的回应是让顾晕关上了大门 又上了锁 门是厚重的 可以挡子弹的铁门 一层一层 足足三道 锁是有防护功能的电子锁 控制锁的装置在顾晕手里 其他人想开门 只能输密码 但密码只有我知道 这个庄园从现在起 无人能进入 也无人能离开 我对那两个朋友微笑 说了一句相当中二的台词 黑暗将至 欢迎来到我的王国 或许是因为我那句话 装逼得曾经太大了 导致那对两口子 围着我念叨了一宿 让我去找大夫看病 我知道解释也无用 所以沉默 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直到第二天 一声尖叫 划破了城市里的清晨 仿佛点燃了导火索一般 尖叫声 哭嚎声 惨叫声 以及枪击声 爆炸声连成了一片 声音实在是太大 导致庄园内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的 一干人等全找了过来 黑压压的十几人围在客厅 各个神色疑惑 我什么也没说 而顾晕也将众人 引到了监控室里 这里能看到 庄园外各个方向的场景 监控视频里 外面的世界一团混乱 街道上处处都是 丑陋猙獰的丧尸 以及遍地的残肢断体 甚至还有变异的野猫 野狗 围着活生生的人啃食 警察和部队也出动了 但丧尸实在太多了 失潮汹涌 警察中也出现了不少感染者 这一场病毒来势汹汹 子弹除非打碎丧尸大脑 否则他们 即使只剩一颗脑袋 也不再停止撕咬和吞噬的本能 客厅里的一群人 惊惧不已 颤抖不止 没有人想到 电影里的世界末日 居然在真的降临 有人道 你在这之前就知道在发生这些 所以才在改造了这座庄园 怎么可能呢 我怎么可能知道 我当然不再承认 我有被害妄想症 也幸好我有病 才能见这样一个地方 如今你们平平安安的活在这里 难道不该谢我吗 其实我不求他们 对我感激涕零 我只求他们能别拖以后腿 我让顾晕拿出了弓箭 发给每个人 接下来 我们再叫你们用这些 你们要记住 这场灾难里 变异的不只是人 还有不经飞禽走兽 虽然我们有很高的围墙 但挡不住全部 你们必须尽快学习 保护自己的方法 准备好随时战斗 才能保证自己活下去 我已经尽最大可能 在这座庄园设置了保护屏障 也准备了我们的吃穿用所需 但我仍然不敢说 我们一定在安全 如果我们其中有人不幸感染 旁边的人必须毫不犹豫将他射杀 病毒传播的速度 比我们看到的任何影视剧里的都要快 如果不尽快打碎丧尸的大脑 那你就再成为下一个感染者 我说了一系列要求大家注意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 顾晕一直站在我身后看着我 直到我说完了这些 也安排好了众人的值班顺序 才转头看顾晕 我刚才做的怎么样 顾晕做出点赞手势 非常棒 像一名女王 那你叫我一声女王陛下 不 我再叫你小公主 女王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还要保护所有人 而公主只需要被人保护就可以了 顾晕走过来抱住我 下河轻轻靠在我的肩上 这一次让我来保护你 好不好 末世开始的前三天 世界最为混乱 从城市里跑出来的大批的人 都看到了我的庄园 他们仿佛看到了 希望曙光一样扑了过来 哭喊着求助 让我开门救救他们 但我并不是什么圣母 上辈子我也曾心软过 那时候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避难所 因为心软我就离家三口 可能三口人把我的避难所据为己有 还抢走了我好不容易找到的食物 那家孩子哭着喊姐姐救命时有多可怜 之后他在饿得只剩一口气的我面前 使我拼命搜集到了面包时就有多可恶 人性是最经不得考验的 只是我终究也不是什么饿人 虽然不能让他们进来 但也不能什么也不做 我用无人机送了一些物资出去 还给出去了几把美食猎工 顺着喇叭喊话 告诉他们丧尸的致命弱点是大脑 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够不错了 但还是有人在恶狠狠骂我 他们骂我见死不救 说我蛇些心肠 咒我再不得好死 我对他们的骂声照单全收 曾经我善良的时候 我死得比谁都惨 如今我就想为自己活一回 我才不再做死得最早的生物 不过既然你们骂我 那你们这些人也得承受后果 我果断把还在往外送物资的无人机 又掉了回来 外面的人 顾云轻轻捏了捏我的脸 别生气了 晚上我给你做百利闷鸡好不好 我笑得眯起眼睛 好 外面惨叫声声的时候 我在吃肉喝酒 还摸着顾云的腹肌享受蓝色 忽然警报声响起 我抬头看向监控屏幕 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 正一瘸一拐走过来 是李潭 他浑身鲜血 狼狈不堪 疯狂拍着大门 喊着我的名字 我坐起身 刚要出去 就被顾云拉住了手 安安 前男友和现男友 你要哪个 我回头切了他一口 当然是要真心对我的这个 顾云放心了 我走到门边 打开了门上的小窗 隔着一排钢筋栅栏 装作担忧地看着他 天哪 你怎么在变成这样 外面怎么了 是丧尸 所有人都变成丧尸了 啊 你快让我进去 丧尸 真的假的呀 怎么可能啊 真的吗 真的吗 不再是你在骗我吧 我不信 我看着他身后那一大群 逐渐逼近的丧尸 慢悠悠地拖延时间 李潭下的面色惨白 疯狂哀求 是真的 都是真的 求你让我进去 你一定是在骗我 对不对 哪里在有什么丧尸啊 肯定是在拍电影啦 你是想给我一个惊喜 莫非今天是愚人节 我一通胡言乱语 成功把李潭逼得露出原形了 他恶狠狠踹里脚大门 冲着我大吼 你他妈的 快给老子开门 老子没跟你开玩笑 我一点也不生气 笑应看着他在生死关头 变得歇斯底里 可是我在跟你开玩笑 你说什么 我说 我再和你这个傻逼开玩笑 我笑着掰着手指头 详细地说着那些 他对不起我的事 你用我给你的钱 在酒吧花天酒地 为别的女人一支千金 你勾结敌对公司 从我口中套取商业机密 获取高额利润 你还想着和我结婚之后 从我这里得到管理公司的权利 然后逐步代替我 再把我踢出去 我每说一句 李潭的脸色就白一惊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是有我自己的方法 上辈子的我对他很信任 连他的手机也不查 所以不知道这些事 末世降临后 我们一群人挤在临时避难的地方 他慌患中手机掉在我身边 我才在无意中看到了他的聊天记录 累死得我愤怒 绝望 可以又不敢翻脸 因为我怕他在这丧尸遍地的地方丢下我 可他最后还是丢下我了 而我现在 正透过那个小小的窗口 看绝望的他 我看着丧尸群涌上来撕咬他 看着他被咬断了胳膊 又露出了肚肠 听着他撕心裂肺 对着我求救呼喊 诅咒唾骂 从始至终 我一直情绪平静 直到他也发为丧尸 丧尸找不到可以吞噬的猎物 慢慢散开了 只有李潭还在欺而不舍地 一遍又一遍撞我的铁门 对着小窗口里的我张牙舞爪 这些丧尸和电影里 只知道撕咬吞噬的丧尸 不太一样 病毒虽然让人变成 没有理智的嗜血尸体 但也在让人记住 感染前的最后执念 李潭的最后执念 就是进入这间庄园 以及对我的憎恨 所以他变成丧尸后 依旧如此 而我要的就是这一点 我对他挥挥手 之后去了另一边 打开另一扇小门 李潭听了我的声音 跌跌撞撞地追过来 进了门 之后冲了我张大嘴 伸出手 然而他的动作 发电机的入口处 连接着墙外 丧尸进去我立马退上门 其他丧尸便进不来了 这是因为李潭而有的想法 也是为李潭专门而见 我看着他对我发出吼叫 拼命想吃掉 我而开始奔跑转动轴承 看着电被发出来 忍不住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你看我对你多好 你死了 我还给你提供工作 大兄弟 好好干 我看好你哦 李潭是第一个进入庄园 提供贡献的丧尸 也成了所有人的观赏物 乔薇和欣欣这两口子 一开始还不理解 以为什么这么做 认为我冷血无情 直到看到我从李潭身上 拿到的手机里面的消息记录 那两口子 开始蹲在发电机前面 不停往李潭身上丢石头 我还让药品研究员们 来研究李潭身上的病毒 这可是一个现成的实验品 没错 渣男就是应该这个下场 我一共建了十台发电机 如今还有九台是空着的 我激动不已 摩拳擦掌 等待着下一个 来主动找我的人型仓鼠 正如我所料的那样 接着来找我的 是我那个后妈和她相好 张兰向来是精致的 可此刻 她哭的妆都花了 头发衣服上沾的全是血无 高跟鞋也丢了一只 怎么看怎么凄惨可怜 而她那个相好 拎着一只 已经被鞋染红的棒球棍 一身煞气 正盯着监控看 张兰在我门外哭得格外悲痛 还在不停地诉说着 曾经她对我有多好 她喋喋不休地说着 我看着鸡腿 津津有味地看着 我本来以为她能演很久 却没想到 才不过半个小时 她就露出了真面目 夏安安 你个小贱人 你真以为你不开门 我就进不去吗 她话音落下 和她相好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两个人冷冷看了一眼监控 随后驾车离开了 不太对 我说 他们不再这么容易就放弃的 顾晕俯身吻我 轻轻搂住我的腰 让我不要担心 我再处理好的 安安放心 于是 顾晕安排了人手 在院墙附近守着 人手一把弓 这几日的训练下来 众人的射箭水平 都已经很不错了 所有的监控也全都打开 对着周围几条街道 每天还在放一批 带着摄像头的无人机 去周围巡逻 所以 当张岚在出现的第一时间 我便知道了 张岚和她的相好 还挺有本事的 找了一伙人加入了进去 带着那一伙人 来到了庄园外 这一伙人 开着改造后的卡车 乌泱泱下来十几个人 各个体型彪悍 有人握着砍刀 有人拿着铁棍 还有人拿着枪 灾难中能幸存下来的 往往都是狠人 这群人自然不例外 应该是监狱里的犯人 故晕道 他们在混乱中 找到机会逃了出来 从警察手里拿到了枪 这群人不好对付 正如我们猜测的那样 虽然围墙有六米高 但对于一群 曾经无恶不做的 犯罪精子来说 难度并不大 他们找梯子的找梯子 甩绳子的甩绳子 很快便爬上了围墙 然而他们却没想到 围墙下方是密密麻麻的尖刺 当初见围墙时 我就考虑到了这一点 怕有人偷偷爬上来 所以我花了大价钱 找了在围墙内 侧铺了宽度达三米的尖刺区域 只要有人胆大包天地敢跳下来 就再被扎成马蜂窝 张兰的相好也爬了上来 他也没想到 再是这样的场景 而我们一群人守在不远处 我和顾云拿着枪 其他人握着弓箭 我们一群人洗刷刷对着他们 张兰的相好 一开始有些惊慌 但随后发出一声冷笑 你们这群人恐怕都没见过血吧 就算你们拿着弓箭又怎么样 你们敢射出来吗 还有夏安 你真以为我在信你手里的 那是真枪吗 你拿着玩具枪吓唬谁呢 他前面几句说的不错 我这边的这些人都很老实淳朴 在末世降临之前 有人连鸡都没杀过 现在我身边就有几个年纪大的老人 浑身颤抖 哆哆嗦嗦 甚至连弓都举不稳 但没关系 不管什么事都要有第一次 于是我抬起手 将手枪对准了男人 可还没等我扣扳机 便听到耳旁传出两声枪响 故于目光冷静而冷漠 他面无表情开了枪 子弹正中张兰向好的额头上 之后他抬手放下了我的手臂 轻声道 这种事交给我就好 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只点了点头 我看到那男人尸体直挺挺栽倒下来 被尖刺穿了个透心凉 紧接着便听到墙外传来的张兰的哭喊尖叫 然而他还没喊几声 就听到一个男人的骂声 臭娘嘛 小点声 你把丧尸引来了 我们全得死 可是我男人死了 我男人被杀了 啊 啊 啊 被侠安安那个小贱人给杀了 都说了 让你给老子闭嘴 伴随着一声闷响 我在监控画面里 看到张兰被一名魁梧大汉 一棒子砸翻在地上 鲜红的血从他后脑鼓鼓涌出 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浑身抽出了两下 便不动了 竟然被打死了 而欣欣这时也松开了弓弦 剑射出 正射在已经爬上砖墙的另一人腿上 伴随着惨叫 欣欣一边哭着 一边抬手射出下一剑 若要让你们进来了 我们就得死 我不想死 所以你去死吧 我震惊不已地看着他 万万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妹子 居然这么狠 而继他之后 其他人也纷纷开始射 因为决心不够坚定 训练程度也不够 所以剑射的也不准 即便这样 也把那人吓得半死 惨叫着摔下去了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那些人都守在墙下 不知道在商量什么 但他们没敢再爬上来 我们都不敢放松 安排了众人轮流看守 轮到我和顾晕休息时 我问顾晕道 为何不让我开枪 顾晕只是笑了笑 有我在呢 这种事交给我就好 杀人的感觉不好受 他或许是不想让我承受这种事 所以才在替我开枪吧 我想 我主动抱住他 搂住了他的腰 如果上辈子 我没有松开他的手去找礼坛 我最后的结局再不再不一样 没有答案 但我知道 这辈子有他在 就算再一次在死亡边缘 也终究没什么可怕的 末世降临后的一个月 所有人已经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 除了上次那伙人外 时不时还有一些其他人想闯进来 但都被我们击退了 众人也从一开始的开工都哆嗦 到现在的 可以冷静果断的 把剑射向对方的身体 当然 也不是所有人都被我安排指手 实验室里 那群研发解药的人需要精神专注 以及一些年纪太大的人 我让他们退到后方 没有人袭击的夜晚 有时候我们也在聚在一起 围着篝火吃着肉 再喝点酒 讲讲各自的故事 在这个已经混乱一片的世界里 我们偏安异于 在这里建造了 独属我们的乌托邦 不久之后的一天 一名研究员 带着一瓶注射液来找我 夏小姐 这是我们根据你给的药方 研究出来的第一版解毒剂 这解毒剂能杀死 从丧尸上获取的病毒 理论上能够替刚感染病毒 又为完全变异的人解毒 但没有经过试验 我们不敢保证一定能成功 我看着注射液 难我一直住激动 没想到我找的人居然这么厉害 这么快就研制出了解药 不过嘛 上辈子光这副药方 也是几十名经营研究员 研究了半年的产物 如今我直接将这药方拿出来 也替这个世界 节省了半年的时间 试验可以交给我 我从鸡窝里耗了一只鸡出来 把它送到李潭面前 乖儿子 咬一口 李潭安巫一口咬住鸡屁股 鸡胸咯咯咯惨叫一阵 开始出现感染迹象 而我果断拿起 灌了药剂的针筒扎了上去 于是鸡胸疯了 他扑腾挣扎了大半宿 第二天毛都掉光了 咽巴巴的就剩下一口气 虽然半死不活 但病毒也的确去除了 众研究员们高兴疯了 这可是或许能解决 这次席卷全球危机的重大研究 只是动物实验虽然做了 但最终能不能行 还得看人体实验 但没处 却找用来做实验的人体 毕竟感染中 又没完全感染的人 在庄园附近实在是不好找 这个计划也只能暂时搁置 夜晚 我和顾云站在楼顶 背靠背看着夜空聊天 前半夜繁星密布 后半夜乌云溅起 有风急掠 吹动我的长发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 猛然站起 除水装置 净水装置 我要去检查这两样 上辈子就是在大概这个时候 忽然下了一场大暴雨 那场雨下了三天三夜 之后便是整整两个月 没有一滴雨再落下来 因这场病毒 没有人敢随意喝水 只因不知道河里某个位置 再不再泡着丧尸 生怕再因一口水而感染 失去了雨水 很多人便失去了补水来源 很多幸存者 在这一段时间 为了争议瓶水而彼此厮杀 干渴的身体每一个细胞 都在疯狂尖叫的痛苦 让我不愿去回忆 我当即打开了庄园里 所有存水装置 看着狂风过后 电闪雷鸣 大雨从天空倾泻而下 我看着净水装置 渐渐被填满 才终于缓解了一些焦虑 往后的两个月里 果然低于未下 仓库里的矿泉水 变成了珍稀用品 这些水只能用来饮用 而净水装置里储存的雨水 则用来满足日常生活 和浇灌作物 喂养牲畜 我一开始要求 所有人都省着用 众人都不理解 觉得不就是水 下一场雨不就涌了 直到两个月 老天爷都艳阳高照 这群人恨不得 每天对着我三跪九寇 你是能预言的神女吗 欣欣傻傻看着我 妈爷 我居然有个神女朋友 我哈哈大笑 过了这一关之后 我信心大涨 如今的世界在危险 又能如何 我做了万全准备 只要不是原子弹朝我轰来 我的堡垒就不再出现任何问题 只是 终究还是我太过自大了 这个世界永远都不缺意外 并且来得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墙外的罪犯 始终没放弃过夺取我的庄园 几次强攻不成 他们又换了法子 他们不知道从哪里 弄来了一些炸药 找到围墙最薄弱的地方 点燃了隐信 虽然我将围墙加固了多次 还往里面放了钢筋 可谁能想到 再有疯子用大量炸药 只为炸这么一段围墙呢 轰然巨响中 围墙坍塌了一步惊 虽然只是露出了一个缺口 但还是足够人通行 有丧尸们听到响洞围了过来 罪犯们立马冲进了庄园 又拿出了准备好的铁丝网 快速将围墙的破口挡住 用来阻止丧尸涌入 十几名罪犯们闯进了我的庄园 对着监控得意狂笑 我看着监控屏幕 那里我们早就已经建造好了掩体 就是为了防止这种突发意外的 欣欣和乔维拿着两把枪追了上来 算上我们两个 我们虽然不在用枪 但可以献学 他们是穷凶极恶的罪犯 真的杀人如麻的那种 你们不怕吗 怕 但不能只让你们两个人去面对 对吗 这才是真朋友 行 跟紧我们 躲在我们后面 我说 我们四人上了楼顶 躲在掩体后 朝着下方射击 一名脸上有八个大汉 恶狠狠盯着我 对着我宁笑 臭婊子长得不错 等老子站在这里 你就来伺候我们兄弟几个吧 我怒气上涌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开枪 就见他喉咙间炸开了一朵血花 开枪的是顾晕 他神色冰冷 眼中杀意浓重 顾晕向来都是斯文又沉稳的 我从未见过他这副模样 不对 我是见过的 上辈子顾晕来找我时 满身鲜血 目光凛冽 他开着车疯狂撞击 沿路丧尸时 神色与现在别无二致 忽然之间有了一种莫名的心安 我收回视线 专注看着瞄准镜 扣下了扳机 我和顾晕二人配合默契 不过片刻时间 便有几人死在了我们二人的枪下 只不过 顾晕那边杀人是一击毙命 而我准处不够 给好几枪才能打死一个人 欣欣和乔维 看着我俩的眼神 就实惊惊叹 啊 我钱怎么不知道你这么帅啊 因为我钱没机会展示啊 我一枪射在一人肚子上 他哀嚎了两声 又被我一枪射中太阳穴龟西 剩下的几名罪犯 各自找掩体躲避 他们想进入别墅冲上顶楼 纷纷对着玻璃和门发动攻击 然而子弹浪费了不少 玻璃是一块也没碎 门更是只落下一个浅浅的弹坑 我在顶楼冲着他们狂笑 没想到吧 姑奶奶用的是防弹玻璃 对方终究是弹药准备的 没我们这么充足 眼看他们准备撤退 而我们当然不再给他们这个机会 四个人的火力集中进攻 将逃跑的几人全都给打成了筛子 一切结束后 我们四人看着地上的尸体 沉默无言 我倒还好 毕竟上辈子是从尸山血海中挣扎过的 可欣欣和乔维没见过这种惨况 二人当即面色惨白 吐成一团 我看向顾晕 顾晕神色冷漠中又透着极许麻木 就像是见惯了这场面一样 忽然远处传来了一阵吼声 我和顾晕同时变了神色 刚才这里的动静闹得太大了 死的人又太多 血腥气引来了大批丧尸 正突破了破损的围墙处冲进来 我不由大吉 必须尽快把缺口堵住 不然大批丧尸涌进来 这里就在被他们占领了 顾晕一声不吭冲下了楼 去戴药库里做了武器补充 之后看向我 安安 我去堵缺口 你留在家里等我 不行 我拽住了他的衣服 我跟你一起去 我真的很害怕 我很怕死 但我更害怕我爱的人在永远离开 或许是我的眼神太过坚定 顾晕的神色有些动容 但最终还是碎了我的意愿 好 那我们一起去 欣欣和乔维对视一眼 跟着道 那我们也去 有几名进别墅避难的工人 也带着几经未缩上前一步 我们也 也去 不能让夏小姐和顾先生承担一切 我看着他们 忽然觉得眼眶有些酸涩 好 我们一起去 一起回来 负责研究的赵教授 忽然将几管刚研究出来的解读试剂递了过来 把这个带着吧 或许在必要的时候能起到一些作用 我认认真真的把试剂和针管揣好 之后看了看众人 现在 我们出去 我和顾晕等人一同冲出了别墅大门 眼前是数不清的扑过来的丧尸 我咬紧牙关 不停扣着扳机 枪口绽放出的火光熊熊 湿山血海中 我看到周围人皆是面色苍白 目露恐惧 但每个人都不曾退缩过 朝着丧尸的头开枪 我大声道 只有打碎脑子才能彻底消灭掉他们 是 小姐 我们一路朝着围墙缺损处艰难移动 中间欣欣枪支卡壳 眼看一只丧尸朝他扑过去 乔维情急之下 顺手挥出了腰间挂着的砍刀 丧尸头颅飞出 正落到欣欣脚下 欣欣面色惨白 眼眶通红 显然是要被吓哭了 却强忍着眼泪 对乔维比了一下大拇指 姓乔的 你刚才真是帅死了 乔维浑身直哆嗦 却强行镇定 下次说帅呆了就行 帅死了 怪不及利的 如果不是在丧尸圈里 我真想替这两人吹口哨 来一番喝彩来着 总算是移动到了围墙处 顾云眉目威灵 道 有力气的去搬沙袋堵缺口 剩下的人跟着我开枪掩护 是 沙袋也是提前准备好 立在围墙旁边的 怕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刚好此刻用上 四名有力气的工人 当即去搬起了沙袋 留下我和顾云 以及欣欣乔尾四个人 互相背对背 朝着四个方向射击 顾云是我们四个里 最有能力的 他不止清理着 自己面前的丧尸 还有余力 替我们其他人 惊淡压力 但外面的丧尸 实在是太多了 庄园内是新鲜的血肉 对于丧尸来说 是无上真修 外面的丧尸 层层叠叠上涌 沙袋根本堵不过来 几名工人大汗淋漓 手忙脚乱 乔尾咬了咬牙 也冲过去帮忙 五个男人拼了命的堵沙袋 才总算是堵住了缺口底部 看看把丧尸拦在外面 里侧却还需要继续加固 可以门的弹药 已经快要用光了 当最后一颗子弹 也被我用了 我果断摘下了 背后跨着的攻合剑 顾云也拔出了腰间长刀 我们二人相识一笑 顾云 如果我们活着回去 我就嫁给你 我说 顾云目光微动 他笑了笑 幸好 什么幸好 幸好我提前准备好了钻戒 我一直在等待这天 我有点傻眼 就觉得顾云这人脑回路 和正常人似乎有点不一样 欣欣在旁边都要哭了 你们两个难道不知道 不能乱立flag吗 嗯 关于这点 真的忘了 我开弓搭剑 一剑射中了丧尸头颅 顾云也一刀削掉了丧尸的半个脑壳 欣欣也哆哆嗦嗦地将匕首 插进了丧尸眉心 一边疯狂杀戮 一边疯狂干呕 我们踩着丧尸尸体前行 神挡杀神 佛挡杀佛 庄园内的丧尸数量 终究是有限的 一直到眼前站着的 最后一个丧尸倒下去 我也用光了所有的剑 也彻底脱了力 顾云和我状态一样 长刀已经断裂 手中只剩下了刀柄 心心松懈下来 时来的后怕和恐惧 便席卷了他 不由得嚎啕大哭 却在此时 我眼角于光 忽然看到一个影子 朝着我飞扑过来 赫然是一直在混战中 没有被完全摧毁大脑的丧尸 可以实在是太疲惫了 浑身脱离 事情又发生得太突然 我根本来不及躲避 丧尸的嘴巴 距离我很近很近 见到我似乎能闻到 那让人作呕的福臭 我以为我再又一次死去 却忽然有人抱住了我 将我死死护在怀中 我眼睁睁地看着丧尸的利爪 撕开了他后背的皮肉 又狠狠地从他肩膀上 咬了一块肉下去 顾云滴滴滴发出一声闷哼 他的第一反应 并不是挣脱丧尸 而是将我用力推了出去 快走 我没听他的话 我连滚带爬的 去吓傻的欣欣手里抓过匕首 咬着牙匠匕首 刺入丧尸后脑 丧尸才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 倒了下去 一切终于就要结束 黑却眼睁睁地看到 顾云英俊的脸上 逐渐爬上青黑色的纹路 他的双瞳也渐渐泛白 皮肤也开始透着诡异的青灰色 病毒蔓延的速度实在是太快 顾云松开我 抬手捂着肩膀伤处 艰难地朝后退去 又艰难地发出声音 安安 杀了我 我又怎么能忍心下手 欣欣和乔薇站在一起 流着泪看着正在丧失发的顾云 其他工人也如临大敌 纷纷拿起了各自的武器 他们做得挺对的 毕竟这是我之前嘱咐的 当周围有人染了病毒 旁人必须毫不犹豫下手杀掉他 可是话往往说得很容易 真到该做的时候却难如登天 我捡起了匕首 朝着顾云走过去 顾云克制着 自己想要嗜血撕咬的欲望 他微微抬头看着我 直到这一刻 他还是笑着的 如果还能有下辈子 我还是在保护你的 我泪如雨下 接着取出了身上揣着的解毒剂 毫不犹豫将针管 对着他的脖梗刺了下去 淡蓝色的药液进入了他的身体 故晕瞬间发出了痛苦的嘀吼 他口中有黑色血液喷出 面上青黑色纹路 盼爬得更快 整对人看起来争鸣又恐怖 欣欣哭着对我喊 嗯 你快回来 不要靠近他 其他人也焦急不已 小姐 快动手啊 药剂没有经过人体试验 不一定再有作用 万一病毒没能杀死 那他还是在变成丧尸的 可以没动 我理解其他所有人 但我做不到舍弃故晕 我抱紧痛苦不已的故晕 平静地看向其他人 我再带着他去仓房 若解毒剂生效自然最好 若没有生效 我也再杀掉他 但若是我也不幸染上病毒 那就麻烦你们带好武器 过来杀掉我们两个 大门的开启密码 在我卧室里的电脑上 所有物资武器都留给你们 我没不理在 搀扶着顾晕 朝着仓房走去 进入仓房后 我关上门 平静地看着外表 看起来和丧尸 一般无二的顾晕 我上辈子总说 愿意用自己的命 去换别人命的都是大傻子 顾晕 我没想到你就是那傻子 不过 我也没聪明到哪里去 本来上辈子 怎么可能松开你的手 转头奔向那个渣男 我能有第二次人生 说明老天爷后代我 就算是我死了 也许还能有第三次第四次 也说不准 但如果没有 也没关系 我抬手轻轻摸着他柔软的发丝 就像他曾对我做的那样 如果你没有好 那我也在亲手让你解脱的 只是 这个世界上没有你 未免太无聊了一点 所以我去陪你 你不再有意见吧 顾晕蜷缩着身体 不断在颤抖 口中不停喷涌着黑色血液 喘息艰难又剧烈 他显然是痛苦到了极致 却还是将我自言自语的那段话 给听了进去 他用破碎的像是 吞了沙子一样的嗓音 一字一句 艰难的告诉我 你要 活 下去 我把他这话当放屁 想让我活 那你就先活 我说着 去翻找仓房里之前准备的药品 又重新回到他身边 顾晕已经没有意识了 他闭着眼睛 呼吸微弱 按理来说 这时的他应该 已经完全变成丧尸了才对 但他只是昏迷 说明解毒剂已经开始起作用了 我戴上手套 撕开了他背后衣服 尽量冷静 小心翼翼的处理他的伤口 病毒蔓延得太快 伤口附近的皮肉 透着可怖的青黑色 我学着上辈子 见过的大夫的处理手法 用手术刀 将伤口处变色的肉割下来 又用酒精和消毒水 反复清疮消毒 没有麻醉 这个过程自然很痛苦 顾晕在昏迷中 也发出了闷哼和惨叫 我处理的也是一身汗 直到处理结束 包扎好了他的伤口 我才松了一口气 坐在顾晕身边 接下来就只能等待 几个小时后 入了夜 顾晕醒了 却不言不语 只是直直地看着我 目光冰冷又陌生 他很多次都想冲着我下口 可最终还是克制住了 没那么做 夜晚九点 顾晕平静了许多 他浑身皮肤冷得像冰一样 动作也开始出现 尸体一样的僵硬 如果不是他的胸口 还有起伏 我甚至在以为他已经死了 午夜 顾晕浑身冰冷的症状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高烧 还一直流鼻血 他状态看起来浑浑噩噩 时不时地说一些胡话 我去握他的手 他却朝后躲避 我不管不顾地再握 他挣扎了几次没有挣扎开 便随我了 凌晨三点 高烧家具 他冷得浑身颤抖 我忍不住抱住他 他的嘴巴就靠近我的脖狗 我有那么一瞬间 甚至很期待他能下口 但他终究只是轻轻碰了碰 便一开了 安静着 由着我抱着 清晨五点 高烧终于退了 他筋疲力尽 甚至连动一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 意识也陷入昏沉状态 我给他喂水 他下意识地喝了两口 便闭上了嘴巴 我小心查看了一下他的伤口 已经不再流黑色血液了 流出来的血是鲜红色的 这个发现让我欣喜若狂 忍不住俯身对着他吻了一下 正五 欣欣乔维和其他人全副武装 小心翼翼推开仓库大门 我抱着形容已经完全恢复人类模样的顾晕 对着他们笑了笑 众人短暂地惊愣后 爆发出了一阵欢呼 顾晕也勾了勾唇 无力又苍白 让我心疼得不行 忍不住又亲了亲他 顾晕似乎很无奈 在这么多人前还耍流氓 他声音很轻 很沙哑 却听得我心里痒痒 我忍不住笑得更开心了 又巴基亲了好几下 我就是耍流氓 你有本事就跳起来打我呀 反正顾晕现在是不可能有这个本事了 他靠在我怀里 有气无力道 等我恢复了 你在床上再和我说这话 我忽然有了一阵非常不好的预感 三天后 除了还裹着纱布外 几乎和常人无意的顾晕 把我压在床上 狠狠欺负了好几个来回 于是连手指都没力气动 他的那个人变成了我 想不到顾晕那个人还挺记仇的 好不容易爬下床 我去监控室查看外面动静 缺口已经被层层叠叠的沙带 给彻底堵上了 为了求坚固 乔薇还带着人在上面浇了水泥 我摊在沙发上 看着厨房里的欣欣和乔薇忙活 那两个人说菜园里的菜好些都成熟了 今天要给我做一顿大餐 于是半个小时后 我吃上了西红柿炖牛腩 青炒窝笋 凉拌油麦菜 还有白菜猪肉炖粉条 菜挺杂的 但也是真的好吃 我光光造了两大碗米饭 撑得肚皮滚圆 顾晕在旁边笑话我 我忍不住过去亲他 亲的过程中 故意使坏咬了他的嘴唇 顾晕 撕 疼 则 现在知道疼了 被丧尸抓烂了 后背又被咬了一口的时候 你可是一声不吭呢 于是顾晕也咬了我一口来报复我 但他只用了很轻的力气 所以一点也不疼 反倒痒痒的 我心里就软得和水一样 实验室里的研究员 紧接着就跑来找我了 他们特别兴奋 毕竟他们研究出了 能够治疗丧失病毒的解药 这可是能够留名轻史的大功劳 但他们说 解毒剂还能继续优发 现在还不是最好配比 我很赞同 毕竟 那个晚上 故晕真的很痛苦 也有很多次 险些撑不下去 如果不是他的意志力太过强大 恐怕他最终 也在变成丧失 或者彻底死去 或许是因为 共同度过了一次危难的原因 所有人都很团结 外面惨叫连天 狮吼阵阵 庄园里 我们吃喝玩乐 热火朝天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日子都很平静 时不时还在有人想闯进庄园 但现在已经不用我和顾晕动手了 欣欣自发担任了保安大队的队长一职 每天都带着弓箭 在别墅顶上巡逻 气宇轩昂 英姿撒爽 看到不对劲 就派他的小队员去处理 那群人现在射箭比我都准 看到丧尸也比我都兴奋 顾晕每天的任务 也就是精精工 安排一下人手 去处理各方面的问题 其余的时间就是陪我 只有我什么事都不用管 每天都是吃吃喝喝 断断练 撒撒娇 每天都活得像一个小废物一样 末世爆发后的第八个月 第二批解毒剂研制了出来 我也结束了我清闲的日子 每天蹲在监控室看监控 总算是蹲到了一个刚被咬的倒霉弹 我趴在墙头上 用弓弩朝着他发射了一只解毒剂 之后再迅速回监控室看他的反应 这一次 解毒剂的作用 显然比上一次的作用更好 但也只是大力点 我看着他在地上痛苦翻滚了几个小时 鬼吼鬼叫的连周围丧尸都惊动了 一直凑过来闻闻 嗯 同类 走了 另一只又凑过来闻闻 嗯 同类 不能吃 我眼睁睁看着他从丧尸状态 逐渐恢复活人状态 之后茫然的站起来 周围失山失海 可没一只丧尸对他感兴趣 倒霉弹一脸蒙逼 估计是在想他到底是活了还是死了这个问题 监控室里跟我一起观察他的实验人员们纷纷尖叫出声 兴奋不已 我也很激动 激动的抱着过晕就啃 不是 是亲 肆虐全球的丧尸病毒终于让我们解决了 末世降临后的第26个月 我朝外滋滋不倦发射的无线变信号终于有了回复 对面是军方 对我们的解毒剂非常感兴趣 我5千万美金的价格将解毒剂的配方和实验数据等资料卖了 当然 我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解毒剂的首批研发人员必须冠上我实验室的几名专家叔叔 伯伯的名字 叔叔伯伯们看着我老泪横流 我笑着祝他们能够轻始流明 名垂千古 其中一人犹豫了片刻 道 可是基础的药方是你给我们的 我打着哈哈 我随便捡来的 哈哈哈哈 他们信不信不重要 反正我信了 有种菜的刘婶忽然喊我 啊啊 种的瓜熟了 快来吃 我立马转身 眼冒绿光 拽着顾晕就往那冲 来了 来了 给我留一块 我要大块的 转年一月 我裹着羽绒服和猩猩几人打血仗 奖品是仓库里剩下没吃完的糖葫芦 我捧着雪球蓄势待发 对糖葫芦势在必得 冷不丁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机关枪响 吓得我立马回了别墅去查看监控 就见有军队一路开进城内 沿路消灭丧尸 看到有刚刚感染病毒的 就在有两名标型大汉冲过去给他打一阵 药剂是淡蓝色的 正是我们研究出的解毒计 顾晕拿着替我迎来的糖葫芦走了进来 放到我嘴边让我啃 就快结束了 他说 我点了点头 嗯 就快结束了 一直到二月末 临近过年 军队消灭干净了这座城市里的所有丧尸 有救治希望的感染者也全都变成了正常人 军队来到我的庄园前 我果断打开门 带着我所有的家人 朋友 员工 对着军队里面的大叔拱了拱手 第一句 新年快乐 第二句 恭喜发财 第三句 红包拿来 帅大叔无语好一阵 才翻了个白眼 我都给你五千万美金了 你还找我要红包 五千万是买解毒计配方的 跟新年红包有什么关系 我带领着一众人 齐刷刷身手 长辈给小辈红包 可是传统啊 是不是啊 赵叔 在家待着这两年 我当然也没闲着 一直在联络军方的人 当然 也得是能信得过的军方的人 这个赵叔 我曾在上辈子见过 为人正直 不然我也不再把那么重要的解毒计配方卖给他 两年时间 足够我和赵叔聊得热火朝天 成为忘年交 也足够让我将关于丧尸的习性 和致命弱点等相关信息报告给他 如今 一切迎来尾声 赵叔也终于来见我了 他心不甘情不愿地 把身上现金当红包拿出来交给我 我又笑嘻嘻地 把这些钱评金给其他所有人 其实红包不大 一个人就二百块钱 上辈子的我肯定看不上眼 可这辈子的我却知道 这笔钱对这位铁血军官来说 是不小的支出 当然 我也在投桃报李 我直接大方地将庄园完全开放 让这批每天都在紧张作战 风餐露宿的军人们走进来 奉上我囤的米面粮油肉淡奶 还有地里的蔬菜瓜果 以及鱼塘里的肥鲤鱼 来来来 都当自己家一样啊 该吃吃 该喝喝 千万别客气 火房大师傅 喜气洋洋烹饪着鸡鸭鹅猪肉 我和顾晕 以及其他人在外面吃的热火朝天 众人还喝起了酒 我也小酌了两杯 喝到了微醺状态 或许是喝醉了 我开始满嘴跑火车 我指着墙边的那个丧尸发电机 非常不满意地去到 目前为止 我准备的一切都用上了 唯独这个发电机没用到 这个渣男真是活着手没本事 死了也没什么用处 我发现自己在耍酒风 便独自走到别墅顶端的天台上 想着吹吹寒风清醒一下 顾晕走到我身后 为我披上了一件羽绒服 他神色有些欲言又止 啊 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你也是重生回来的是吗 顾晕惊讶地睁大眼睛 你知道 我知道呀 他明明只是这座城市里 最普通的一个文员秘书 偏偏格斗技术强悍 枪法射箭也不在话下 面对丧尸时没有半点畏惧 杀人时也没半惊犹豫 干脆利落 就像是曾无数次的面对危险一样 然而这些只是让我有些怀疑而已 让我确定的 是他为了救我被丧尸咬伤的那天 他注射了解毒剂 浑浑噩噩发烧时候说胡话 说的是上辈子的事 他说 安安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他说 如果当初我强行把你带走 你再不再就不再死了 他说 如果能重来 我一定在从一开始就守在你身边 你撵我我也不走 打我我也不退 你后退一步 我就前进一百步 他还说了很多很多 我守着他 听着这些话泪流满面 我不知道 上辈子的他看到我感染后 神之全无的混在丧尸群中时 他有多难过 又有多心痛 才在执念深重 重来这一遭 但我还是很生气 我说 明明你喜欢我 却还一直憋着 如果你早一点对我表白 我不就不再给那人渣里谈机会了吗 顾晕威正 我以为 那时的你不再喜欢我这样的人 为什么不再 我面颊有些烫 质问他 你以为 以为什么 总往公司跑 你以为 以为 什么美交一个男朋友 都要往你眼前带着走一圈 你以为 我真的就是为了让你 发表那些狗屁意见 我说着说着 眼圈就红了 你以为你自己很差劲吗 我老爹打从招你进公司 我就一直在注视着你 是你总是捧着脸 让我误以为 你不喜欢我呀 蠢货 顾晕露出惊讶的神色 我们两个人相视片刻 同时别开脸 又忍不住笑了 能怪谁呢 谁让我们两个 都是喜欢憋着不告白的大渊种 不过大渊种和大渊种 刚好凑一对呢 也幸好上天垂帘 才在让我们能够 拥有重来的机会 能够活下来 能够重新走到一起 6月时 全国丧尸彻底消灭干净 刚感染病毒的人 也在及时派发的 解毒剂的作用下痊愈了 死去活来这一遭 人们越发的真爱生命 以爱惜环境 我搬出了庄园 但并未将这里卖掉 毕竟我不知道 未来的某天 再不再再次爆发一场灾难 这是我的后手 我用没花完的钱 和卖解毒剂的钱 重开了我家的公司 没有在灾难中 死去的原公司职员 都被我找了回来 当然 还有我研究室里 立了大功的那五名叔叔 伯伯 上辈子的我吃喝玩乐 这辈子的 我从认认真真 管理公司开始学起 而顾晕是我的秘书 他很聪明很能干 他教我让我提升得很快 当然他也很严厉 我要是做错了 他就再亲我一口 顺带咬我一下 有时候错误比较大 还在硬生生折腾我一宿 让我第二天腰酸背腾 下不来床 我曾说过 要给他一个管理职位 这层是礼坛做梦 都想要的位置 但顾晕不要 他不要钱财 也不要权利 他说只想陪在我身边 要紧紧地看着我 让我没时间 也没心思出去沾花惹草 咋说呢 虽然有点点不自由 但这也是 让人幸福的小烦恼呢 有那么一天 我借口买饮料 偷偷溜出来 和星星逛街 结果半路就被出来 找我的顾晕给逮住了 他轻轻揪住我的脸 神色无奈 上着课呢人就没了 接下来的项目 还想不想好好谈了 我是有重要的事要做 什么是比工作还重要 当然是人生大事啊 我微微错开身 露出身后的婚纱店 正好你来了 陪我进去试试呗 顾晕看到婚纱店的 那一刻正住 我看到他眼睛微颤 眼底阴晕起了淡淡水光 我搂着顾晕的腰 对着他柔柔的笑 我想结婚了 缺个新郎 你来当好不好 顾晕笑来沉着冷静 可这一刻的他 有些手足无措 好半天才哑着嗓子说 好 我忍不住也红了眼眶 我从小缺爱 就想要一个家 我是幸运的 虽然等了两辈子 但终于还是等到了 晚安